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股动财富 我是主播于威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 范宇集团的首席投资长Herman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 可能也是非常的时效性 我们听说这个本周股市 在联准会公布它的开会记录之后 就是说会议显示 可能在今年的第四季 这个联准会就不会再继续的去买回 这个市场上面的这些债券 就是说不会把这么多钱再送回市场了 那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现在各国央行 特别是美国联准会它的热钱 其实是推动股票市场一个主要的动力 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 在Delta病毒变种的情况之下 其实本来觉得很乐观的一个经济复苏 现在都有点趋缓的现象 这个礼拜公布的 中国以及美国相关的经济数据 也都不是很理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联准会真的就是不再支持市场的话 一定对市场的信心有影响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其实也提到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虽然经济表现得不错 但是其实因为股票跑得更好 所以其实有点脱离基本面 所以长期来看呢 一定是会有一个大幅调整的一个发生 不过在短期上我们是看到说 其实这个选择权的卖权买权比例 也就是所谓的Pull Call Ratio 其实相当的高 也就是代表说大部分的机构投资人 其实都已经预想到 市场会有调整的一个现象 已经都事先买好了保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短期内暴跌的几率 其实是相对比较低的 是您刚刚提到说 可能这个会有这个 大幅度修正的这个状况发生 那我们常常就有这个 观众朋友会写信来问说 那是不是就应该做这个长期的投资 就是10年啦 20年啦 就不用承受这些波动 其实长期投资是我们在节目中 一直推广的一个想法 也是一个正确的观念 但是还是有一些细节要注意 比如说长期投资单一的股票 是不是就很安全呢 那第一个 你可能公司就会面临有破产的风险 破产倒闭 你可能会血本无归 那另外一个是 当年可能看起来很好的公司 可是长期跑下来 也许不尽理想 像我们举个例子 GE 起义电器或是通用电器 它如果你再过去20年持有它的话 就算加上股力 你现在还是亏了47% 相当于是腰斩 如果撇开事后诸葛亮的角度不谈的话 在20年之前 这个GE是绝对是产业的龙头股 没有人可以想象到说 它之后的股价表现会是这个样子 那你刚刚提到说 既然投资这个单一的公司的股票风险很高 那是不是可以投资单一国家 那它的整体这个股票的指数会不会就好一点 当然就会有改善 那特别是归零的几率就大幅降低了 那历史上整个股票指数归零只有发生过两次 一次是1917年的俄国圣比特保教育所 那另外一次是发生在1949年的中国上海 另外一方面 长期投资当然能够回本的几率变高 但是还是会有意外的状况 比如说你如果是持有日本的日经指数的话 已经过去30年了 可是现在呢 其实日经指数还是没有回到当时泡沫经济时候的高点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的讨论 其实都很乐观的假定 其实我们投资人都是很理性的 是不会受到情绪影响的 可是实际上就算是目前历史上唯一被扫住 被证明可以持续再创新高的美国股市 它在2007到2009年之间 标股500还是下跌了55% 这其实超过了大部分人能够承受的波动的能力 所以即使是我们专注在长期的投资上 那如果投资过度集中在一个国家 一个产业或是一个公司 还是会有可能遭受这个波动的损失 那在节目的最后 Hermon你可能跟我们大家建议一下 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我们一直说美国是全世界最发达的金融市场 它有各式各样的金融商品 其中一个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次的就是ETF 它可以利用 大家是可以利用这个ETF 用很低的成本 然后投资不同的金融资产 或是不同的市场 它还充分的分散风险 而且长期持有一个完整分散的投资组合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首席投资长Hermon 来为我们更新本周的股市的动态 希望你要继续的订阅点赞 并且开启小铃铛 支持我们的股东财富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我们下一次见